大家好,我是Jason 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回到我们LBS课程学习当中 在上一节课里面呢 我们通过进入谷歌地图的官网 申请到了一个API Key 那么这节课里面呢 我将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 如何导入谷歌地图开发所需要的开发包 在开始课程之前呢 先跟大家讲解一下 谷歌地图开发包通常有两种存在的方式 第一种呢 是以项目圆满的方式存在 那么第二种呢 是以诈报的方式存在 在接触过安卓一些底层圆满的朋友可能会知道 那么以圆满的方式存在呢 其实是便于我们一个学习 去理解它当中的一些原理 以诈报的方式呢 通常是我们根据我们项目的需要 直接集成到我们项目当中 从而降低了开发的一个集成难度 而今天这节课里面呢 我们也是主要是通过原码的方式 将我们的开发包集成到项目当中 时间关系呢 地图所需要的开发包呢 它的原码我已经下的下来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直接跟大家讲解如何将地图原码集成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OK大家看到我现在打开的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当中呢 这个文件夹 Google Play Service 就是我们今天要集成进来的原码 那么另外一个下面这个 Google Maps API Demo 这个是我们自己创建的一个项目 这个是我们将要放进来的一个目标项目 OK那么大家看到这个Google Play Service 下面呢 这个文件夹下面有很多的很多的原码 很多的samples 那么这些samples其实呢 都是谷歌服务的一些原码原代码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我们的谷歌地图原码 OK另外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授权文件 还有他的其他的一些广告 那么其他的并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们主要讲我们的地图如何集成进来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这个是谷歌服务的一个原码 OK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要将这个Maps 这个项目集成进来 另外呢再将这个下面这个 Google Play Services 这个Library一起集成进来 好 回到我们的Eglis当中 好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先将这两个项目原码 把它添加到我们的Eglis当中 用Eimport的方式添加进来 那么在这个地方是要跟大家强调的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平时导入项目原码使用的是这上面这个 啊 将已经存在的项目导入到我们的Workspace里面 OK那么今天有所不同的是 我们要选择的是 下面的这个将已经存在的Android原码导入到Workspace里面 OK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选择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选择 OK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在这个 好 将路律复制张贴进来 OK 确定 OK 勾选这个CopyProjects into Workspace 点Finish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将第一个 Google的一个项目原码添加进来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添加第二个 第二个是有关地图服务的原码 Samples比那个Maps 好 同样 勾选CopyProjects into Workspace Finish 好了 这个时候 两个项目已经项目原码已经导入进来了 OK 我们看到啊 有些地方是打 打差的 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具体看一下 好 我们具体看一下 哦 这里提示 不存在这些属性 这个当中应该是缺少了对某一个包的一个应用 OK 那我们看到 它的配置文件 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是不是少了对某一个包的应用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提示我们少了对 Google Play Service 这个项目的一个应用 没有关系 那么在这个地方重新添加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Mate Activity这个项目呢 其实就是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个谷歌地图 那么在这个谷歌地图的源码的基础上面呢 它又依赖于谷歌服务 那谷歌服务原码就是上面的这个Google Play Services 这样子一种依赖关系 也就是我们必须完成 在我们要添加这个地图项目的应用之前呢 我们必须先对谷歌服务的这个项目的应用 OK 我们看一下 OK 这个地方提示我们还少了 一个V4这个包的一个应用 OK 那么这个包的应用呢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从外部添加 我们从外部添加 因为在这个我们这个Mate Activity 这个项目当中呢 本身没有这个Job包 我们从外部添加一下 这个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项目当中 已经存在了这样的一个包 我对它进行应用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项目要引用 上面的这两个项目 原码 那么应该做什么操作呢 OK 首先呢 我们这个Mate Activity 就代表的是谷歌地图 那么谷歌地图要作为一个 库文件 的方式给我们这个项目引用 那么它首先必须做一个设置 在这个里面呢 将自己设置为Is Library 那么这个设置有什么作用呢 勾选的这个设置 也就代表着自己 这个当前这个项目 将作为一个 外部包接入的方式 提供给另外一个项目 OK 那么点击应用 OK 接下来呢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项目当中 添加对这个地图的应用 地图项目的应用 OK 为了保险期间呢 我们一起将这两个项目 都有关联的这两个项目 一起添加进来 点击OK 好了 这时候我们就将开发包导入进来了 那么开发包导入进来之后呢 我们要真正将项目跑起来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配置呢 首先第一个 我没有在配置文件当中呢 添加 手动添加对Library 酷文件的一个应用 在Application的节点当中呢 我们要添加一个应用 OK 声明对这个酷的应用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添加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权限 开发谷歌地图所需要的权限 那么我这个为了演示方便呢 我这个地方已经将权限准备了 直接复制进来 好 后面的学习大家会发现 这些权限呢 其实基本上每一种地图开发的时候 都需要导入进来的 无非呢 也就是这几个 好 配置好权限之后 我们检查一下 我们上一节课 导入进来的API Key 有没有问题 OK 这个Key没有错 是我们上一节课导入进来 我们在地图官网申请下来的API Key 好 OK 那到这个步骤为止呢 我们就将这个开发包导入进来了 那么对于以抓包的方式添加进来呢 其实很简单了 跟我们平时添加项目的炸包 是基本上步骤是一样的 那么都是在这个地方 将我们的开发包放到Library这个目录下 然后再添加进来 OK 那么今天我们的讲解就到这个地方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学到的一些知识 OK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导入地图开发包 那么导入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呢 是以项目圆码方式导入 第二种呢 是以炸包的方式导入 OK 导入操作当中呢 又有哪些要点要注意的 首先第一个 大家看到 为什么这个地方 为什么这个地方 我要将这个项目圆码 我们要导入的这个项目圆码 跟我们自己创建的这个项目 放在同一个目录下面呢 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这个呢 假如我们不放在同一个目录下面 这个会导致我们导入 这个开发包 会产生一个异常 会导入的时候会爆错 这个是一个开发黄金的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的 好 第二个呢 是这个 我们所导入开发包的圆码 必须以Library的方式存在 那么也就是我们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勾选 这个IsLibrary这个学校 两个都要 OK 大家看到 两个都要 这样子呢 他们在编译的过程当中 才能识别 才能将对方识别为 一个库文件 这边 我们要先领识别 接下来 这个是 trabajar 这个是 是 对 这边 我们先进行 第三个呢 就是在我们自己创建的这个项目当中 要添加对这个开发报纸码的一个引用 那么操作步骤呢 其实也就是同样的 在这个页面当中呢 通过add这个按钮 将项目添加进来 第四点呢 其实又回到我们的配置 那么在我们的配置文件当中呢 我们配置文件当中 要添加对这个地图包的声明 那么添加声明呢 也就是在这个application节点中呢 增加这样子一段 一段声明 一段代码 OK 那么第五步呢 就是要添加权限 第六个呢 也就是要添加我们的api key 当然我们这里的api key 我们上一节课已经添加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不再重复 好了 以上的这六点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要点 希望大家要多多注意 好了 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 再见